打火机里这个东西你肯定玩过 按下后会产生强大的电弧 仔细看一下内部 内部有个弹簧 当按下达到一定程度时 弹簧瞬间展开 机锤用力砸在下边这个模块 这一瞬间会产生上千幅电压 那为什么敲击这个东西 就能产生那么高的电压呢 这个东西叫二氧化硅晶体 仔细看一下它的结构 正中心是硅原子 四周有四个氧原子 先看中间的硅原子 硅外层有14颗带负电盒的电子 中心的原子核带有14颗正电盒 此时正负电盒数量相等 假设其中一颗电子离开 负电数小于正电数 那么整体会显正电 同理如果多加一颗电子 负电数大于正电数 整体会显负电 再来看氧原子 也是同样的原理 失去电子显正电 得到电子显负电 接下来为了方便理解 只留下硅最外层的四颗电子 再将氧原子放四个 把硅围起来 此时它们之间会形成共架件 也就是这几颗电子被相互共享 其中氧对电子的束缚力比硅更强 它更倾向将电子向外吸引 也就是此时的状态 硅原子倾向失去电子 会容易显正电 而氧原子倾向多得到电子 会容易显负电 现在将它们还原成立体的结构 将中心相连 可以看到形成类似金字塔的结构 硅原子处于金字塔的正中心 为了避免大家烧脑 我将显负电的部分用蓝色小球表示 显正电用红色大球表示 接下来遵循工架件金字塔的结构 还原多个全部组合在一起 注意看 将这些球遵循一红一蓝相连在一起 可以看到相互形成六边形结构 我们知道每个原子的电场都是向外扩散 以原子为中心画圈 可以看到六边形的正中心位置 正好是处于正电场和负电场叠加在一起 使量和保持平衡成电中心 当二氧化硅受到外力挤压 会导致六边形结构变形 仔细看 此时三个正电的聚焦点向下偏移 同理三个负电聚焦点向上偏移 这两个点之间形成压叉 就像形成一个正负极的电池 而二氧化硅是密密麻麻的结构 挤压的瞬间 内部就像由多组电池串并联组合在一起 靠上的位置形成强大的负极电场 靠下的位置形成强大的正极电场 那么此时引出两根线之间 可以高达千伏以上 就会击穿空气形成电弧 所以饭电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硅晶体 只要对它施加压力造成形变 就会产生电压放电 同理如果反过来给它施加电压 它也会发生形变 那么这个原理就叫做压电效应 你学会了吗